在521这天 为解决女性单身问题 未来世界特意研发了一种名叫脱单的种子 只要将种子种在土壤里 仅仅一个晚上就会生长出一个种子男友 这无疑是解决了很多大龄圣女的单身问题 而这个女人天天饱受着被摧昏的折磨 为特意解决自己的单身问题 她不惜跋山涉水 来到一家神秘的药店 满脸羞涩地从口袋拿出一张纸条 老板看到后立马知情 将她带到一间地下室 拿出尘封已久的宝盒 翠花看到后高兴换 从里面挑了一颗最大的种子 便慌忙回到家中 将这颗种子种在了土壤中 浇上了满满一桶水 仅仅几个小时 种子就开始发芽 等第二天翠花醒来 种子已经生长出半个头来 翠花仔细打量着面前的男子 内心很是满意 等到男人的脑袋全部出土后 为了让男人长得更强壮 翠花还特意给她准备了领养餐 可男友只是吃了一口 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 可翠花暴躁起来如猛虎一般 直接上手捏住她的鼻子 翠花将她带到高级餐厅 可男友就在喝果汁的同时 却吹起来泡泡 这让翠花在大庭广众之下十分尴尬 赶忙带着她灰溜溜地离开 次日男友就长出了半个身子 翠花看到后十分高兴 拿出毛巾给男友擦拭身上的女子 为了庆祝男友马上长大成人 翠花还特意准备了烛光晚餐 男友看她对自己如此用心 好心接受了翠花喂给她的食物 殊不知 趁对方不注意悄悄丢到身后 反而红酒的味道吸引住了她 一杯接着一杯 最后却端起酒瓶一饮而尽 翠花看到这荧幕又起又悲 便转身离开 等第二天 喝得醉熏熏的男友醒来 第一件事就是找水 可周围没有一点水 翠花为了整治她 端着一杯水走了过来 当着她的面一饮而尽 男友看到更是一把掀翻了桌子 晚上翠花被咳嗽声吵醒 原来是男友感冒了 看着她高烧不退 翠花很是慌张 便找来种植手册 然后按照说明书上的内容 给她喷上几滴农药 经过翠花一晚上的精心照顾 男友的病情也渐想好转 而翠花也深深爱上了这个男人 看着她马上长出原形 翠花特意将自己准备的婚纱拿出来 准备穿在身上 满心欢喜的期待 美好生活即将到来 就在这时 男人的双脚已经完全脱离了土壤 她趁翠花换婚纱的空隙 偷偷跑出了家门 等翠花发现 已经为时已晚 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男友 竟是一个大渣男 尽管她跑到楼顶最高处 也依然看不到男友的身影 于是她再次来到商店 重新购置一枚种子 将它种在土壤中 希望这次能够种出自己喜欢的男友 关注豆豆 精彩解说不断成上